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我们看主播的频道 炸死我了啦 今天来 拍一下 特 德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那个 金沙鸡腿堡 就是咸蛋黄 咸蛋鸡腿堡 我今天最期待就是这个 好像是这个 诶 传说对决的盒子 發生什么事情 肯德基跟传说对决合作了 其实肯德基是不是有送传说对决的东西啊 送一个那个券 可以换虚保的券 可惜我没有玩传说对决 然后我们超爱肯德基的囊堂 必满的 我觉得是全部素食店里面最好喝的 可能是有东西 首先 我要吃的这个我买的是 农情花生脆鸡餐 快给大家看了 你看看 它这边是有薯条 然后就是炸鸡 看起来好好吃喔 那先吃一口给大家看吧 好 我吃给大家看 你说这是什么鸡犬 农情花生 好 那我来为大家吃看看 农情花生脆鸡餐 好饿喔 鸡翅先 我常吃那个鸡犬 你不是他的汉堡了 吃一口而已 我没有人要吃 你没一口就没有了 好 那你敢吃 那你要前面一点 让大家看那个 看那个酱的感觉 酱 有多少 对啊 这是什么酱 花生酱 所以我没有装裤子 好怕 那是吧 那你就站起来这样 这样给人家看一下 它上面全部布满了 那个花生酱 有没有吃过那个花生酱 熔岩堡 大概那种概念 天啊 那真的是花生酱的味道 赶快 可是它 我不知道它 这个不知道会 太饿了 然后 你不能吃 哇 那个整个大包汁耶 如何 放我吃 你有听到这个 嘎嘎嘎嘎嘎嘎 我没有吃 滴了滴了 欸 好好吃喔 很好吃耶 很好吃耶 花生酱 可是 我觉得很好吃 我个人觉得很好吃 花生酱跟炸鸡里面的那个 鸡的油 你咬它去融合在一起 在嘴巴里面 那个感觉 喔好棒 我再吃一口看看 它要再吃就代表真的好吃 这真的很好吃耶 欸这我买在哪够啊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欸不错耶 这个商品 你看我们穿的就是开箱的一样 可是我们是同一天拍的 这个商品也蛮成功的耶 好好吃 这是最近的吗 对 欸没有 嗯 你这个汉袍应该比较新一点吧 但是我们 我还没吃过 第一次吃耶 欸好好吃喔 天啊 我们还蛮搭的耶 我不是还有的提前 对啊 对我那个花生酱跟鸡皮 好搭喔 我的天啊 原本以为花生酱涂在炸鸡上 会让它软软的 完全没有 嗯 它炸鸡还是脆的 又脆 然后那个汁 我再吃一口好不好 你这边吃一口的美啦 不会啦 你可知道为什么 我老公有100多公斤吗 我没有100多公斤 他都吃我的食物 好 我吃玉米给大家看 你会被刷一下吗 我不知道 我只是在 广告上看到他们最近出了一个 被烧到 烧到一个不要不要的 我不知道 但是它的广告上面就有写 玉米 广告上面就有写说是 那个 鹹蛋 金沙 鸡腿堡之类 然后是黑色的面包 金沙黑爵斯卡的鸡腿堡 那我们今天这个买的是XL套餐 它好像只有XL套餐 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好吃 不好吃 比较重要 拜拜 哇 它很好吃黑色的 黑色的 黑色的 上面一概是金沙人酱 有点黄黄的 有吧 跟刚刚那个花生酱的道理一样 沒有 裡面就有 这黄黄的就是啊 是吗 这个 这个 吃看看啰 不紧张喔 到底好不好吃 面具就酱都噴出来了啊 这个 我要吃 看我吃啦 你先思考一下 我觉得刚刚那个炸鸡比较好吃耶 那个 可是 不是说 花生 花生脆鸡 比较好吃 不是说这个不好吃 之前有出一个金沙炸鸡 很好吃 跟这个花生脆鸡 道理一样 这个会酥一点点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鸡吃起来 好像夹在面包里 可能有 比较湿湿软软一点 没有那么的脆 但是我相信它刚出来的那一瞬间 吃下去一定是 啪啪這樣子的 那其实两个味道都不错 咸蛋黄的味道 也是有 不会很浅 香香的那个味道 但是 刚刚那个 那个叫什么 花生酱 脆皮炸鸡的那个 哇 花生酱鸡皮 跟里面的油 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就很脆 然后这已经有点 好像软软的感觉 然后里面的汁 你就 吃起来感觉 口感比较 软软 很多酱的感觉 我们买回来已经放了15分钟才吃了 可是这个炸鸡 可是这个不准啦 当下 可是炸鸡还是脆欸 炸鸡还是脆 这个炸鸡还是脆 这个真的厉害 我吃一口就好了 我就做两块而已欸 你要吃腿还是要吃刺吧 我两个都要 那我吃一口的话 你要让我吃哪一个 那你吃腿 这个 那这个先换 好 为什么要让我吃这个 我喜欢鸡翅啊 还好我们 没有两个都买那个欸 我们刚才你两个都买金沙堡 干嘛你干嘛这么一口 好好吃喔 你都吃一口 为什么你全部都没了 你刚刚是说吃一口呢 我没了 好好吃喔 我都吃了 这是鸡块啊 蛤 可能就有说是鸡块 对啊 要吃吗 来吃一下 快啊 这鸡块跟麦当劳长得一模一样欸 可能说不定是同一间进货餐喔 对啊 欸 有点冷掉 看起来也一样 而且吃起来不一样 要吗 不一样 我不知道这边酱的话 你还是吃肉的 闻起来味道也一样 闻起来味道也一样 我觉得比较有肉味欸 我觉得比较有肉味欸 还是比较咸 你这样不要吃 这样的关系吧 这样不一样 不是不错啊 但是刚刚那炸鸡真的太厉害了 那这个肯德基的薯条欸 等一下吃给大家看一下 这还要说吗 肯德基的薯条 全是最爱的薯条 但是听说国外的肯德基 跟台湾的肯德基薯条不一样 据我的了解 就是台湾 日本的也不一样 日本的跟台湾不一样 日本的 台湾的这个比较好厉害 日本的话是麥當勞比较好吃 我老公喝 是吗 欸浓汤浓汤喝一下 你喝啊 你是и吃了我吃得吗 我平常没有在吃宵夜耶 我平常没有在吃宵夜的欸 给大家看一下 胖面上看起來應該都白白紅紅的 沒有沒有有點 它的濃湯真的是很好喝的 不是那種玉米粉做的那種 就是奶味比較重的 奶味然後有奶油奶油的味道 那無鹽奶油的味道 然後裡面有麻鈴薯塊 這超愛的的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記得訂閱按讚分享加開啟小鈴鐺 我是吳爸 不要半夜的時候看這個會很痛苦 我們下回見 Bye